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13号 周五晚上7点多 刚才我在浏览佳能官网的时候 看到USR5的消息又出来了 今天对我之前有一些给我留言的朋友们 说一声不好意思了 这一次真的是8K 之前很多人说8K 有裁剪什么延时都不好说 这一次加能非常明确的无裁剪 所有8K模式支持全像素双核自动对焦 没有不买的理由了已经 机内录制 动物检测自动对焦 可识别动物身体面部或眼睛 实现稳健的追踪动物被射体狗猫鸟 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理由 不买USR5了 这个机器我现在看是非常强大了 如果说在7月份推出来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不是提前储备好 我们RF的镜头了 然后这个机器太强大了 太强大了 8K 今天这个事算是加能自己给大家讲清楚了 我们以后也不要再争辩了 有的说加能这个8K就是一个噱头 只是排岩石 有裁剪 这次加能告诉大家了 后续我们还会关注USR5 它的一些消息的披露 今天先坐到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